当播澳门市民日报澳门2021年7月9日 政府接种疫苗需自愿可选择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昨日强调 市民接种疫苗需基于自愿和可选择这两个原则 应变协调中心不反对社团 或企业鼓励市民和员工接种疫苗 但不可以在市民或员工不自愿 或不具可选择的情况下强迫接种疫苗 五中打针后严重不良事件 卫生局传染病防制器疾病监测部协调员梁亦好表示 至今接获一中涉及博企员工投诉接种新冠疫苗的个案 局方昨日已回复投诉人 但内容细节就不变透露 另外山顶医院医务主任戴华浩表示 当局至今接获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后 出现的不息个案中 五中属于严重不良事件 经评估 属于偶合事件 或我确定是否是同疫苗有关 令至今有九中接种疫苗后 面滩的不良事件个案 五中判断不确定是否是同疫苗相关 一中判断为偶合事件 仍有三中处于评估 他表示 面滩个案即使判断为不确定是否是同疫苗相关 都可获卫生局免费治疗 他又说到 面滩原因有很多 在澳门也是较常见疾病 当局案势为指引判断 包括较早前一中个案判断为偶合事件 主因是病人在接种疫苗后 七周才出现 面滩 明显同时间相关性不吻合 传媒问及长期在澳门的非本务居民 可否接种新冠疫苗 戴华号重申 非澳门居民可以在澳门付费接种疫苗 但虽出事半年内 在澳门住满三个月证明 疫苗费用每次250元 你正在收听安博澳门 这个短片是由市民日报 连同安博传媒联合推出 记住like我们的片和facebook专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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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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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而行 冤 tertia 木